老广州人习惯的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称作东教场 在古代这里是用作练兵演舞的地方 在清朝的时候还曾用作行刑的场所 1906年到1947年广东一共举办过15届运动会 其中有9届运动会都是在这里举办的 有意思的是前几届运动会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都是男生没有女生 当时裁判员是可以陪跑的 这些场面现在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还有一些学生是留着他们的长辫子 所以跑步的时候是满场辫子飞舞 但也有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但因为他们没有辫子而被某些方面禁止参加比赛 为此他们也一度和维持现场秩序的一些警察发生了冲突 这张拍摄于一百年前的黑白老照片 向人们诉说着广东体育的发源 照片里是一片荒芜的旷野之地 没有看台 没有座椅 运动员在场上竞技 观众们就站在一边近距离地观看 为运动员助威呐喊 照片中看到的这个所谓的运动场是如此的简陋 只在中央用石灰画了一个不规则的约三百码的椭圆形跑道 作为比赛场 场中心设跳高和跳远两个沙坑 西侧搭盖简单的竹棚 作为临时大会主席台和少数的观众席看台 所以很多观众只能站着看比赛 最里面是场上竞技的运动员 中间是着装整齐的学生啦啦队 外面一层才是围观的民众 我们看到的照片和一些记载来说是 学生和市民的反应非常的热烈 你比如说他组织这个校运会 他完全按照这个第一届奥运会 这个这种模式来来进行的 你比如说奥运会他有一个运动员进场室 他当时也有 根据现存史料记载 照片上进行的正是1906年1月10日举行的 广东省运动大会 它是广东省历史上第一届运动会 也是国内有历史记载的最早开展的运动会 比首次全国性运动会早了四年 比第一届远东运动会早了七年 比奥运会晚十年 在省体育场成为正式的体育场之前 每一届省运动会都在东教场这片习武练兵的旷野上举行 运动会后又恢复成为习武场 据说当时曾经有香港商人想购买东教场这块地 从事房地产等商业用途 1916年12月 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朱庆兰 报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 批东教场为正式公共体育场 很快孙中山先生便亲自批文 正式将省体育场 修建成一座综合性体育场 令其得以继续保持体育场身份 并正式命名为东教场 直到1932年 这座规范的体育场才正式落成 建成后的体育场面积非常大 足足有13万平方米 比现在是大了四倍多 而且在当时来说是非常现代化的 它有八条400米的梅渣跑道 中间是一个足球场 南北两端各设有一个篮球场 西侧还建有一个混泥土的看台 可以容纳数千名观众 1935年的时候 广东省体育学校正式成立 而这个体育场就被指定为 他们的运动场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